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妈妈频道 我是林振邦中医学博士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是很常见的一个病 我们讲关于肾病的时候 有很多意见就是中药伤肾 但其实这是一个成见 在2015年有台湾研究否定了这个观点 更加证实了中药对肾病有治疗的作用 因为在台湾有很多肾病 有很多人说其实来源是中药的 所以高雄大学的皇上志教授实际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他做研究的方法就是总结他们健保资料库 就是一个地区性病例系统里面的资料 找了25000名肾病的病人 其中发现有11000名的病人 除了用西药之外 也有兼服中药 另外13000多名病人 就是单纯用西药 然后透过追踪检查 看看这25000个病人 他们在病的过程里面如何发展 以及他们有多少发展成为中末期的肾病 最终就发现中西医协作组 除了西药治疗之外 还有服用中药的组别 这11000名病人 他们发展成为中末期肾病的机率 其实是单纯西药组的大约一半左右 这个研究持续了差不多八年的追踪 加上病历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结论都有一定可靠性 就告诉我们 中药不单止不是一个肾病的加重因素 同时更加是一个治疗的因素 可以帮助肾病的病人 减低他们发展成为中末期的肾病的机会 而另一篇研究是由杨振昌主任他们做的 就用了九年时间去追踪 比较病人在肾病前后服中药和死亡率的关系 其中就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发现在肾病之前服中药 肾病后服中药和肾病前后 都有服中药几组的差别 肾病前后和肾病后有服中药的组别 他们的死亡的机率 是比起只有肾病之前服过中药 或者是从来未吃过中药的肾病病人 是低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的 所以就告诉我们 如果你获得肾病 肾病后开始服中药 对你的健康十分之有益 因为你的死亡率可以减低了 这个研究的意义 反过来说 如果肾病后没有服中药 只是用传统的西药治疗 他的死亡率就会相对高一点 所以也否定了肾病病人不应该服中药的说法 但是这两个研究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使用的都是健保资料库的病历 就是一个地区性有官方认可的病历系统 意思就是他们主训的中医师 都是获得这个注册执照 而他们用的中药都是一些合法使用 没有质量问题的中药 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关键 所以如果有肾病病人 希望找中医去帮助医治你的肾病 也希望你可以找回注册中医师用合法的中药 同时最有一点也要提醒大家 这些研究虽然否定了一些对中医的攻击 也都证实了中医的疗效 但是也都不是说叫大家去排斥这个西药的作用 也都很强调这个中西医协作 才可以帮到病人画得最大的治疗效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